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夫妻生活时 男人越大 女人会越舒服吗? 下题是男子最显著 而且又被谈论的最多的器官 很多男子像妇女关心自己胸部大小一样 会为自己的大小而不安 怕影响夫妻生活 根据有关的调查报告 男子的大小对女性的满足来说 实际是无关紧要的 男人越大 女人越喜欢吗? 大小会影响夫妻生活吗? 二 尺寸与女性视觉快感 众所周知 女性兴奋的唤起要比男性慢得多 这就需要男性有足够的耐心去帮助女性快速进入状态 除了温言细语和有技巧的爱护外 有经验的男性还会在不经意间向自己的女伴展示自己的下体 她的肩挺粗壮给女性的视觉冲击是致命的 研究表明部分女性可因此达到或接近兴奋 被称为视觉兴奋 尺寸与男性自信 为什么那么多男性对增大 增长 增粗感兴趣呢? 甚至是明明知道增大增长 效果肯定没有广告说得那么好 还是愿意尝试 我们发现 拥有大尺寸的男性 往往比小尺寸男性更自信 也就是说 很多男性因自己的小尺寸而自卑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男性对增大加粗治疗 趋之若鹜 尺寸与女性深度兴奋 女性兴奋分为浅度兴奋 中度兴奋 深度兴奋 早期人们对女性兴奋置之甚少 后来人们才发现 这种区别一般来说 刺激女人私处获得浅度兴奋 刺激私处和敏感点获得中度兴奋 刺激私处敏感点和子宫口获得深度兴奋 前两种体验很多女性都有 第三种则很少 但深度兴奋对女性的诱惑之深是无以言表的 那种感觉终生难忘 而只有男性尺寸够大 才能同时刺激私处敏感点和子宫口 让女性获得第三种兴奋 尺寸与后代性别 决定后代性别的因素很多 必须同时达到要求 才能得到想要的后代性别 下体长度是其中一条 为避免误导大家 关于这点 我们就不做太多描述了 越大女人越喜欢吗? 男人的下体大小会影响夫妻生活吗? 其实 大小对女性的兴奋并不十分重要 体积小也不要担心 只要能进行夫妻生活 它就是符合标准的 对绝大多数夫妇来说 大小都能很好的适应 夫妻生活的和谐 主要取决于双方的感情交融和密切配合 以及男性功能状况 而不在于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 问些对大小过分担心的人 则很可能由于精神紧张造成 这是因为过度的焦虑 可造成大脑皮质持续紧张 通过大脑影响下丘脑 脑垂体 性腺轴的正常分泌功能 影响性神经的正常兴奋 从而使夫妻生活不能和谐 尺寸高气和 一般来说 我国男士平均长度大概在10至12厘米左右 这与我国女性也是相匹配的 第一 尺寸过大造成损害 很多认为越大越好的人士 其实对于人体的构造还是缺乏一定的了解的 因为我国女性的长度最大也不会超过13厘米 如果过于粗大 在激烈的夫妻生活当中 很可能会对女性造成一定的损伤 比如撕裂伤等等 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女性出现大出血的症状 而且过于粗大并不会让女性感觉到舒服 反而会觉得难以承受 这样会直接导致女性对夫妻生活产生阴影 导致心理受到刺激 第三 姿势的重要性 经常使用一种姿势 很容易导致自己感觉疲劳 很难达到兴奋 所以不论尺寸大小 经常变换姿势 是能够提高夫妻生活质量的一个有效方式 另外 身体的健康状态 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 都是可能影响到夫妻生活质量的因素 而且女性对于夫妻生活的感觉 也是同这些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仅仅是由于大小的问题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床上战斗能力无比强大 让对方得到满足 但是很多男性却不尽如人意 刚刚上战场就演起西谷 有这样的障碍的男性不要着急 小红来教你几招 让你重振雄风 只要以下三个方法 可以使周年以后的男性精力充沛 性功能增强 体育锻炼可以壮阳 女人靠保养 男人靠锻炼 运动除了拥有健康体魄 旺盛的精力 还可以增加全身氧含量 增加了高丸酮的分泌 对男性生殖系统是最好的补充 每周应至少两次距离运动 如打球、跑步、力量性健身等 大汗淋漓后带来了精神和身体全身心的放松 爸爸生活的质量会大大增强 在此基础上 采用下属方法会更加有效 来场冷热水交替玉 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增强男子性功能的锻炼方法 使用冷热水交替玉时 最好维持一定的室内温度防止感冒 在浴缸内充分温热之后再除浴缸 给下体施加冷水 待三分钟左右再入浴缸 如此反复三至五次后即可结束 若能每日坚持做交替玉 可使中年以后的男性精力充沛 功能增强 减轻疲劳感 只穿纯棉内裤保持低温 锯脂纤维有在使性抑制精子生成的作用 锯脂内裤的静电厂作用 容易引起妊娠妇女体内孕激素水平降低 结果导致流产 锯脂还会在组织内产生静电厂 这后续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穿锯脂内裤的人 有性功能减退的表现 因此只穿棉内裤是明智的 而高丸的特点是需要低温的环境 否则就会直接影响高丸内的精子形成 对生殖能力直接产生不良影响 这种伤害与高温的温度时间成正比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您的观看